那么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们 欢迎回来收看苏母人的这个 生化微镜冲制版流程实况 我们紧接上一次啊 现在呢是直接我们就要 又回到这个地下停车场 我看一下今天的话 能打多少吧 最好是直接把这个 下水道部分打完然后最后 就是剩下 最后那个母巢部分 这边呢这些丧尸我们尽量的 能躲就躲啊 不要浪费子弹是最好的 这边又有一个 注意走位啊 在这个老板的生化二里面呢 可以使用这个一前一后 这种快速抽插的方式呢 来晃这个僵尸啊 就是他要抓你的时候 你往后退一下 然后再从旁边跑的话就没事 但这个这座这个重置版里面呢 感觉有一点点的难 因为这个后退的时候呢 速度有点慢 然后我们这边 哎呀丧尸犬是 虚拟大爷的我的天 真的是啊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狗打死吧 因为要回收他身上的这个小刀啊 把我们的神器还是剪一下 不要浪费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先来到这个地下停车场 OK 现在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要管 现在直接冲向监狱里面 哎呀小心 很烦啊 这个时候这个丧尸犬呢 很攻击 哎呀我操 哇这些脏逼 我靠 说实话这个 所有的这个丧尸游戏里面 丧尸犬都特别恶心啊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看一下身上的这两个电子零件啊 嗯这边是之前那个拿地图的地方啊 好我们现在的话 进去把里面的这个电子零件给他安装好 啊就是这个上面啊 啊现在调查一下 把这两个零件呢 首先给他安装上去 然后呢这边需要一个解谜 就是把这个线路给他接通 啊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实际上可以说最终的结果呢 是固定的 所以说大家看着最后的图 去转就行 好OK 啊这就是最终的这个 解谜完成的这个线路啊 我们这边呢就可以进去拿到这个 钥匙卡 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你不觉得保护伞也是赞助者之一 这未免太巧了吗 你明明说过 这次采访是关于保护伞 吸涉里的奖学金 得了吧杨尼 没人关心那件事 他们想知道的是疾病 你从哪里听来的 还要施令那个臭气冲天的污水坑 顺便提一下 却说他直接通过你的地下实验室 所以省省吧 现在你到底是要看 现在采访这话还是 啊OK 这段对话信息量很足啊 里面说话的这个男人呢 他应该就是这个警察局长啊 这个亚尼呢 他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威廉伯金的他的老婆 叫做亚尼伯金 好那么有了这张钥匙卡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出这个停车场了 然后这边看一下这个 这边有东西啊 这是一个急救困物 这个呢 本的备忘录 嗯 然后这上面呢 就记载了本 对这个暴君他的印象啊 然后呢 这个暴君就是要消灭 所有的目击证人 那也就是说 这个暴君是不是受到 这个警察局长的控制呢 啊OK 这边我们要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这个闪光弹 好 在这边过来的时候 很多丧尸啊 很多丧尸 然后暴君的话也会出来 我们先把这边的丧尸 好通通的 闪下 闪下他们的狗眼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走快点了 暴君 哎呀 哥 你先让我过去好不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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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别别别别别大哥大哥 我我我走了啊 我走了 哎呀这边怎么还有一个 啊 每次我从这边走的时候 这个暴君他都 他都靠我一锤啊 有点恶心 啊这暴君出来了 大家看他长得像不像灭吧 真的很像啊 真的很像 啊这个时候呢 是谁 原来是王阿姨 那不对 王姐姐 穿着小黑丝 开了个车过来啊 哎呀 我都快厌烦了 又救你一命第二次了 我真没发现你那么爱计较 听着 这可不是游戏 这不是真的吗 这里什么东西都死不透 要是卡在你身上吧 对 还有这个东西 希望你能解释这说的是什么 或许吧 我得先听一遍 我们走吧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门打开 这个A打他直接就过去了啊 他知道我们有钥匙卡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就等待这个 等待这个门打开 他提前钻过去了 我靠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能啊 我们只能等待这个门起来 好 这边有一段谈话 A打此刻呢 他就听了一下 之前我们拿到的这个 录音器里面的这个声音啊 那他提到的这个 孤儿院呢 在这个 克莱尔片里面是会出现的啊 那是你要的情报吗 很可惜不是 本失手了 那你到底在调查什么 调查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 也就是疾病毒 那你呢 是来拯救世界的吗 我答应过伯拉纳警长 会找人来救援 那祝你好运 对 在这边呢 想调查这个疾病毒 然后他伪装成了一个 FBI探员的身份 这就是A打 作为一个间谍啊 这边呢 我们要穿过一个 肯特武器垫啊 然后先跟这个A打 A打说要走这条枪械垫 然后这个原版的 圣花尔里面呢 应该是克莱尔A面 才是这个官方的剧情 但是重制版的这个DEM呢 这个是Leon走的A面 好 那么这个时候A打呢 他在这边撬锁啊 果然 一团糟 当个间谍的伸手不凡 这边一团糟 我们去调查一下 这边的状况 看一下王姐姐在看啥呢 看一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就过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捡一下 长管枪可以给我们的线弹枪装上啊 装完之后呢 好像要占两格吧 好像 果然 哇 坑爹啊 但是呢 这个弹药提升了啊 然后这边呢 一个手榴弹 这有手枪子弹 啊 武器垫嘛 肯定有东西啊 我们就把别人东西给拿了 不许动 我没有恶意 我说了 不许动 我只是路过而已 请你可以把武器放下 他路过还把别人东西拿了 从哪来就回哪去 你的女儿可能需要帮助先生 不用你 告诉我 怎么照顾我女儿 把枪放下了 不 等等 那女儿叫艾玛 艾玛啊 怎么又变成艾米了 外面那些该死的怪物 他们做了什么 你是警察 你总该知道些什么 怎么会出这种事的 啊 这个口型对的不是很好啊 特别是我们的小天使 妈妈 妈妈睡着了宝贝 知道吗 爸爸现在也要哄你睡觉了 好吗 爱吗 啊 然后武器的老板就 带着女儿 你走吧 让我们两个独处一会儿 他跟他女儿独处啊 这个要 这个太危险了吧 你不把真相告诉我就算了 还瞒着他 我一定要找出真相 不管幕后是谁都要阻止他 就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人 我才会成为一名警察的 正义凛然的 利昂 我的任务 是彻底瓦解保护伤公司 可能有去误会 只要能拯救这座城市 我不在乎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 可以穿过这个武器店了啊 然后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吧 好像是没有了 那就是替病毒 那么在这个重制版里面呢他给了这个武器店老板肯特这么一段跟他女儿的非常温馨的剧情啊 我们看一下啊 追查亚尼伯金下落的原因 他是保护在员工造成病毒外泄的就是他 我一定要把这个渣子揪出来 啊就是他要去追查这个亚尼伯金 他是这么说的啊 那实际上呢 Ada此时的目的呢 应该也是拿到疾病毒 然后这一段就是相当于给武器店老板加的这么一段温情的剧情 说了一个冷笑话啊 找渣子就进下水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Ada让我们先走啊 男士优先啊 毕竟是走下水道这种臭水沟嘛 王阿姨也是觉得这个下水道真是恶臭无比啊 这个下水道呢 其实前面没什么危险啊 只是说这里面看上去好像很狭窄的样子 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个科学家 根据总不了解 这里直接通往保护伞公司的秘密设施 不会吧 下水道是市政府管的 要是他们有一座设施 政府怎么会不知道 这就是企业当道的美国 保护伞公司暗中控制幻熊市很多人 保护伞公司已经控制幻熊市多年了啊 企业当道的美国 利昂此时的不停的这个喘气啊 是不是感觉甚虚了 好去走这边吧 这边有东西吗 最好还是看一下啊 免得漏掉什么东西 好像不是地震啊 这怎么可能是地震啊 这边有一个手枪子弹 我也是怕遗漏了啊 然后在下水道呢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终极鳄鱼 终极鱿鱼 剧情杀就可以 就是前面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好像已经说了 已经剧透了 一只巨大的鳄鱼 鳄鱼皮鞋 就是从他的皮扒下来啊 然后这边的话一个安全房 我们存点东西 取一个药草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放的 也没有什么需要带的 OK 存了个档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这扇门 那我之前说的这个 武器店老板呢 有了这段温情的剧情 然后最开始的那个 卡车司机呢 也是多了一段剧情 就是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卡车给 开翻 好像原版里面是直接有个卡车 这什么 我这是断网了 是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个卡车司机 就是前面是被丧尸给咬了 他也变成了丧尸 但是他还在坚持开车 这就是说一种非常敬业的精神啊 但是呢 反而是害人害己啊 也没有害己吧 反正他自己也是要死了 就是害人 害人精啊 这是个 而且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 他还吃东西 是这个大汉堡 我来了 现在回头还不算太晚 不可能 事情结束前 你摆脱不了 啊 那么利昂呢 也是使用了他的尬聊技术来聊妹啊 非常的尴尬 啊 这些要是放到这个中文的这些偶像剧里面呢 那简直是尴尬的一批 这个时候 确定这方向没有错 到我们跳来之后呢 啊 出现了 就是刚才那只我们看到的大鳄鱼 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震动感呢 这个东西 啊 天哪 他张开了他的血盆大仇 好 那么这个鳄鱼呢 是我们不能打的啊 他会像我们一直这么冲过来 然后我们首先往左走 他会向右冲一下啊 然后我们马上又调整方向往右走 啊 要随时保持这个方向的改变 哎呀我的天 鳄鱼的方向呢 浮起方向也会跟着你的 跑的这个方向来改变 所以说 我们也要注意啊 就是左右左这种顺序 啊 这个这个时候呢 他咬到这个煤气管上面啊 然后这里露出了这个新鲜的煤气 然后他就开始吸 开始有点缺氧了 给他一枪 啊 然后呢 他就完全的爆炸了啊 啊 看样子呢 是被炸成了一头五花肉 我该 你这个掌过头的混蛋 掌过头的王八蛋 啊 这明明是个鳄鱼啊 不是王八是吧 然后这里呢 我们在这边等一下 看这个Ada 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这边有一个收集品啊 李杨上来这里 啊 我们就不收集了 因为我最开始就没有收集 最开始不知道了 好从这边上来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只说过这病毒会把人变成怪物 没说动物也会 这倒是 我都奇怪 你竟然平安无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个王阿姨走就行了 啊 不对王姐姐啊 王小姐 这个王小姐呢 这会儿还没有露出她的这个真实面目 然后等会儿呢 她会脱掉她的衣服 我有个问题 保护伞公司 要把那种怪物 卖给谁 我们的军队吗 还是其他国家的 他们卖的不是什么怪物 而是可以制造怪物的病毒 亚尼则是制造这种病毒的人 那只鳄鱼已经够可怕了 但是亚尼更加危险 好 然后电梯也到了啊 王阿姨呢 就说了这个亚尼 非常的危险 哎 我刚才说到什么来了啊 哦 王阿姨 王姐姐等会儿呢 她会把衣服脱掉 当然大家不要乱想啊 这个衣服呢是正常的脱掉外衣 好的 我们在下水道呢 存了个档 王姐姐呢不敢进来啊 她觉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可能不太好 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快把疾病毒交给我们 哼 你们想都别想 不要乱来博士 哦是吗 喂 别跑 哎 哎 啊 快去啊 阻止她 千万别让她跑了 啊 这里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桥段啊 就是说这个 利昂呢 非身替A打挡个子弹 奠定了感情基础 我现在就在设施外面 正在追踪亚尼伯金 如果她身上没有 那就一定在母巢里 一旦得手后 我会呼叫撤离 嗯然后利昂就 晕过去了啊 然后从此刻开始呢 这个A打 就换上了我们 最熟悉的啊 也是最喜爱的这个 旗袍 这不是旗袍啊 这就是一个 红色的小裙子 加上黑丝 这种行动好像不是很方便啊 我觉得 但是也无所谓了啊 毕竟这种穿着呢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尤其是这个 A打小姐姐她这个腿呢 就是有一种这种 别有风韵的感觉 嗯这边就是刚才的那个 被烧毁的疾病毒样本啊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电梯 但是这是给 Lion做的 我们先看一下 A打的这个装备啊 这个呢是一把限量5000把的手枪 布鲁姆手枪 然后之后我们 可以爬上这个梯子 然后会获得一个神奇的道具 然后这个上面呢 是一个巨大的排风扇 好 我们这A打呢 她从她的不知道是什么私密部位啊 掏出来的一个电磁场显像器 这个东西呢非常神奇 是一个专门的解密道具啊 秘密武器要出场了 这个武器呢 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下水道里的这些线路 然后我们就对着这个机器呢 就一顿长按 它就被破解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风扇给它加速 一直加速加到超过它的上限 它就爆炸了 爆炸了之后呢 这条路就通了 当然这种神奇的道具啊 不只是这么用的 用处特别大 比如威廉博士 这个电脑里面的A片 你就可以给它全部删除了 我们把这边 这个开关开一下 再把这个风扇也给炸了 这个风扇里面 还有很多这种蟑螂恶霸啊 然后这边到了先边 急着下去 把左边这个开关开一下 这个开关呢 可以直接打开下面那个安全门 好我们从这边 拿到一份文件 9月加急名单 这份文件呢实际上就说了啊 在这个里面呢 需要找一个身份识别万代 有了万代之后呢 才能进入一些门 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过来 这边有子弹 我们拿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需要我们 获解一个装置啊 这边呢有一个电梯 但是用不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线路 顺着这个线路呢 我们往里走的话 当然之前我已经看过这个线路了啊 从这边走 好然后再从 这边绕一下 一直到这边 你好 把这边 把这个机关开一下啊 由于这个旁边有丧尸出来了 所以我们动作快一点 然后把这边的 道具拿一下 就是子弹和 一个闪光弹 因为A大片的比较短 所以说我们 不用说太在意这个血量和子弹数量啊 但是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绕一下出去 这边 这个位置 哎呀有点狭窄啊 很烦 等等啊 我们还是绕一下 等他 抱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走 这边又一个 哎呀 怎么这么烦 我靠 哎呦我的 不好意思了 让他伤害了我们 A大小姐姐高贵的身体 哎哎哎哎 我靠 完了完了啊 我的A大又被侵犯了 很烦 这个时候呢 我们赶紧坐这个电梯上来就可以了 嗯 刚才呢我稍微退出了一下 好这边就是亚尼伯金啊 他扭这个屁股就往里面走了 算你厉害 这个字幕跟语音也对不上啊 然后这边呢我们过来要赶紧要解一个谜 这边的话 先把右边这个开关破解了 然后直接开这个大门的开关 啊上面还有一个开关 我们进了门之后 再打开这个开关 好这就可以打开之后的一个风扇 就是前面这个风扇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风扇开一下啊 为什么我的速度要快一点呢 啊因为后面暴君追上来了 暴君来了啊 但是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子弹拿一下 啊他来了 但是我们只要从这边下去就安全了 啊就是这么的轻松啊 然后这边我看一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焚烧炉了 这边有一个打字机又可以存档 OK存档之后呢我们可以来调查一下这边 啊这边是一个焚烧炉 啊这里又有一些线路啊 然后我们上这个二楼 这边有一个开关我们要开一下 啊这边还有一份文件 9月加急名单啊第二份 他就说这个焚烧炉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人他拿着这个万代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 进入焚烧炉 啊里面有一个人身上有万代 但这个人呢已经嗝屑了 然后我们现在下来调查一下 刚才这边有一个门 啊这个门呢就需要一个万代才能进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拿这个身份万代啊 这边有东西吗看一下啊 啊都没有东西都是垃圾 好我们进入这个里面 这就有一个人 啊他身上呢就有一个身份识别万代 这个万代呢目前是一级的啊 一共有三个等级 那这一级的就是最垃圾的万代啊 好 好 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开这里的一些机关 我们被这个亚尼伯金嫩给锁到了这个焚烧炉里面啊 我们要是慢了的话一分钟之内没解开就被烧死了 可能啊好像是这个吗 哦不是不是这个吗也不是 但是我记得是哪一个开关先打开 哦这个这个先打开 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用着急 其实呢我估计剩下的时间是绝对够了啊 主要呢就是要打开上面这三个开关 然后把这边线路切换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开关也给毁掉 所以说Ada的这把枪呢非常的神奇 对准这个开关就能控制它 不只是开关还有一些那些特别高级的设备都能控制 好我们这边就从这个焚烧炉里面出来了 然后现在有了万代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开这个门 这个身份到国庆节就结束了啊 还有我们归还这个万代 应该是从这个门往下走 但是呢我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这个地方呢 看上去似乎还有一条路 也就是这边 这边似乎是还有一条路的 但是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发现 这边是一个墙堵着我们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这就很奇怪啊 不知道这里设计的意义是什么 也许是在其他的篇章里面会出现它的用处 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新地图 这边是要触发剧情啊 我们走到前面这个桥上呢 又要触发剧情了 所有灯光都对准了王姐姐的脸 还有这个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 够了 猫鼠游戏到此为止 游戏结束 你输了 告诉我 你丈夫现在还活着吗 还是你把他杀了 这样好独占G病毒的成果 这个推分真有趣 如果你不合作 我还可以去母巢哪样奔 死也不让你得愁 危险啊 哦 谢 啊 王姐姐 美丽的肉体居然受伤了 我的天啊 黑丝都被戳破了 好残忍 偏偏这时候李昂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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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开始想起这个男朋友的好处了啊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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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